这打脸不要太好笑啊 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捶爆啊 突然发现我们竟然漏了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战哥叫波波狗仔仔的时候 如果波波是第一次听哥哥说狗仔仔 应该会问一下为什么是狗仔仔吧 他没问就说明他听过不止一次 而且知道啥意思 就向他哥说他是97年小朋友 他立马就问了 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后来他就频繁的关联到狗 品牌直播的时候亲口说自己像狗 喵我吧 另外一场见面会的时候 他的状态超级好 非常明显的开心 当说到狗是饭圈用语 表示粉丝和明星之间亲密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说 把自己形成狗 还有这个直播他自己主动Q说自己是个名犬 我是个名犬 连主持人都不解的问为什么这么形容自己 和战哥一起录节目的时候 他说亮瞎我的太合金狗眼 哥哥当时听到这句话都惊呆了 我说战哥你作为重庆人 明明是知道什么意思 还故意这样叫他 真是一出手就捶爆啊 波波说能引起战哥注意力的方法 是叫他战狼 可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花絮视频 都没有看到他叫战哥战狼的画面 所以私下有好多小昵称吧 就好好的吧